哈囉大家早安,我是巧克白 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是巧克服 我在兩年前有開一個境界生存系列對不對 因為我想要跟我的親朋好友一起玩 可是因為境界畢竟還是有點不方便 像我沒有辦法TP去找朋友,就蠻不方便的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啊,我應該要開一個自己的伺服器 然後跟大家一起玩 那到現在伺服器也已經開了兩年了 最近也跟原位生存一起升到1.13了 也該到了跟大家一起生存的時間囉 好,那作為第一集我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伺服器裡面長什麼樣子 這裡是重生點,然後也是整個伺服器的大廳 那不管在哪裡玩啊,不管在玩什麼伺服器 都一定要先看過那個伺服器的規則喔 好,那啊,這個我先不理他 因為我們現在伺服器在做搬家 就是讓玩家搬自己的東西 所以有回到那個1.12舊世界的傳送門 這個我就先不理他了 那第二層啊 我這整個伺服器是一個巨大的噴水池的概念 我們現在站在那個噴水池的頂端 好,那這裡是第二層 第二層是一個傳送大廳 就是去各種世界都在這邊 我現在這個伺服器啊 主世界,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 是不允許任何採集的 可以因為蓋東西而整地 但是不允許以採集為目的去挖東西 所以要挖東西的話一定要到資源世界喔 我先帶大家去看一下 資源世界長將 除了這一整個柵欄圍起來的圓形空間之外 都可以隨便挖,隨便要幹嘛就幹嘛 那這個柵欄裡面 是讓資深玩家或是物資比較多的玩家 放一些東西給新朋友 啊,我需要食物啊 我現在就是新朋友喔 因為我還沒有在這裡面生存過 OK,那好啦,就先這樣 我們大致上的帶過就好 那到終界也是 終界也是走這裡就可以進到終界裡面了 那如果是找到那個野生的終界傳送門 也是可以傳的 地獄的話就不行了 自己蓋地獄傳送門是沒有辦法傳送的 一定要走這個傳送門 那整個伺服器都不允許PVP 如果想要PVP的話 一定要到PVP世界 然後進來之後有兩邊 這邊是競技場 想要玩一些 就殺戮遊戲的話 就到這裡面來殺吧 那伺服器因為打生物都有機率掉頭 所以如果想要洗頭 比如說想要洗一個巧克白的頭的話 就到這裡來吧 這裡是一個洗頭區 要殺人一定要在PVP世界才能殺 好,就這樣囉 喔,這個是主世界的隨機傳送 我的主世界是半徑兩萬格的原型 那這裡啊 這個傳送點就會讓 玩家在這兩萬格中隨機傳送 我來傳傳看好了 跑到哪裡啦 呃,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 喔,到-9000格去了 所以還頗大的喔 那一樣 打這個就可以回到重生點 接下來我們就下到第三層 有沒有,每一層會越來越大 第三層是一個展示空間啦 就是伺服器裡面有的插件啊 一些教學 比如說鎖箱子啊 然後鎖門啊之類的 以及一些小商店 那這裡有一些滿滿的箱子 呃,一些滿滿 這裡有滿多的箱子 我等一下再來介紹 這個是伺服器的小商店 就會有一些東西 啊,窮食的僑夫 然後就賣一些 素材類的 這個是 探險家 反正就是他亂賣一些東西 那這個是 地獄獵人 喔,地獄相關的東西 可是不一定 什麼都有賣 就看他的心情了 這個礦工 喔,就是挖不到礦的礦工啦 所以他 會賣一大堆的石頭 就各種石頭 這個是 喔,地質系高材生 欸,我真的以前腦洞大開 我都亂取名字耶 他就是賣一些 軟質的東西 okok 好懷念喔 然後這個是 也是商店 但是賣的是 顏色系的 什麼羊毛啊 染料啊 所有顏色都在這邊 那因為 剛更新到1.13 所以還沒有新增別的東西 好啦,那這些箱子 其實就是 給玩家使用的箱子 因為以前我們有那個 那個商店插件 譬如說這個是我的箱子 那我賣的東西 我就放裡面 那其他玩家走過來 敲一下就可以買到了 這樣 所以 好啦,以後有機會的話 就那個插件穩定了 我就會再裝回去了 然後 這面牆是目前 啊,我剛剛說的那個 達生物會掉的頭 都在這邊了 然後底下會放一些 可能是該記的獎品啊 或是給大家玩抽獎 說有機率抽到的東西 一些可愛的小東西 那這裡也是往下的路 然後去下面一層的話 還可以走這裡 這裡也放了一個電梯 啊 有了 我真的蠻喜歡這一層的耶 這一層 啊 我離開電梯了 對不起 東張希望 以後搭電梯不能東張希望 然後這裡有一些海帶可以拿 我身上的海帶就是剛剛來這裡拿的 嘿 好啦,這一層呢 是一個比較複合區 但大部分是OP的商店 比如說這是某個管理員的商店 然後其他地方也是管理員的商店 這裡是一個 呃 公用附魔台 然後啊 其實這裡有個小東西喔 這邊 有一個水流可以流進去 然後可以流到 這邊來 這個池子 這裡本來只是造景而已 可是因為1.13可以游泳了對不對 所以這裡變得可以游進去耶 總有一天我要在裡面藏東西給玩家拿 然後 我特地把這裡挖開了 啊 一般玩家是不能挖的啦 這裡是 管理員才能破壞 好 所以我特地把這裡挖成兩個深 在這裡游泳 然後慢慢的上來 有了 啊 好可愛喔 真的猛寵視角耶 我真的超喜歡的 好啦 這一區呢 喔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沿著路走好了 剛才搭電梯這樣下來的話 沿著路走 這邊是一個 其實我才剛修好 因為那個1.13指令真的大改一波 好 這個是一個 抽獎 嗯不是抽獎啊 喔算命攤算命攤 嘿 喔耶 本日運氣 急 然後如果 是什麼像 喔好恐怖喔 如果你抽到這種兇 然後你又不喜歡的話 可以在這裡面丟一顆鑽石 這一隻叫做 改運大師 他會跳下來幫你踩 然後不管 你的抽到的是什麼 他會幫你踩成大吉 不過因為我現在沒有鑽石可以示範啦 我們下一集再說吧 這裡是公布欄 最近在玩聖誕節交換禮物 所以呢 我現在是一個超 超級資錢的新玩家 我還在想我有什麼禮物可以送大家 好啦我真的要亂走了啦 這一集就先這樣好了 我們伺服器 以後有 有什麼特殊的東西 我再介紹給大家 那 我剛才不是說 這是一個巨大的噴水池嗎 這裡已經是最底層了 然後往外延伸有六個副本區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在最底層啊 也就是第四層這邊 有一些橋往外延伸 這些橋通到副本區 然後副本區一共有六個 所以一共有六座橋 那六個副本區的那個裝飾啊 就是主題都不一樣 比如說那邊就是一個森林 那邊勒 是蘑菇島 走過去它就會顯示的啦 OKOK 它是完整的 那這個是一個 本來是雪地 可是最近在辦那個 交換禮物的活動 所以現在把它做成聖誕的裝飾 那 平常是進不來的喔 平常有開放才會有那個壓力板可以踩 那這邊也是出不去的 這邊都有屏障擋住 因為這邊會出現恐怖的怪物啊 然後 擊殺這些怪物的話 就可以得到比較特殊的獎品 如果想要參加交換禮物的話 就把自己的禮物箱放進去就可以了 好 這一集 就先這樣吧 我先找個地方生存 然後我想想看要怎麼 準備禮物 因為我的 我真的太菜了 我現在的東西應該 大家不會很喜歡 就是我拿不到很名貴的東西 所以我只能靠勞力取勝了 欸這個 這個真的很高級 我要帶大家去看 這個也是玩家蓋的 其實這邊有很多東西都是玩家蓋的喔 我覺得很 很有創意的 我就會把它搬進來 然後展示 兼 給伺服器用 這是一個 融合 好 好 那這整座這個中心街 其實都是浮在海面上 底下就是大海了 所以其實這裡我有放一個東西喔 這邊 可以拿船 在這個池子這邊可以拿到一艘船 如果 不想要 用那個隨機傳送出去 而是想要用划船的話 也是可以的 可以來這邊拿船 欸那我現在要幹嘛 我先去走那個好了啦 我們先去 找個地方來生存吧 我想要先蓋一個 呃不可能不可能蓋出家 我先 找個地方 落腳就好 來吧 我們就不斷的踩這個隨機傳送 預備備 GO 嘿 呃 我有一個小小的目標啦 我真的很想要珊瑚 所以我在永遠生存 無法取得的話 我不如 就在這裡吧 喔 我先帶大家去看一個地方 大家會不會覺得我今天聲音比較不一樣啊 因為 我剛起床 其實現在是大半夜 大概 凌晨五點左右吧 五點多 我想說 先找個 比較少人在線上的時間 來錄第一集 OK 要離開那個保護區 才可以放船 帶大家去看一個地方喔 我滑著滑著 就來到一個地方欸 這邊離那個中心街 其實超近的喔 大家盡量往外移動啦 因為 如果伺服器的中心街 要擴張的話 就很容易被毒耕到喔 而且我只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一大早錄影欸 聲音會不會很奇怪啊 你們聽得出來嗎 我常常跟曹哥錄影的時候 我都說 欸我今天聲音好奇怪喔 要不要晚一點再錄之類的 然後曹哥就會說 根本就沒有人聽得出來好嗎 欸欸欸欸欸 這個沙丘 你們有沒有看我原味生存第二季的第一集 我在這個沙丘迷失了那匹馬的 欸所以快到我們家了 欸那我不是先破梗了嗎 對啦我剛才想說的就是 因為是同種子嘛 所以我可以用複製區塊的方式 有沒有 沒有 所以巧克白的原味生存地形 會在這個伺服器裡面變成一個景點喔 那目前 還是先跟大家說一下這個伺服器 這個伺服器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 所有的資訊都可以在FB搜尋巧克服找到 包括IP啊還有什麼版本啊之類的 所以我希望在這部影片下方不要出現一些什麼 嗯 IP多少之類的 都自己去尋找吧好嗎 那如果還是有人在影片下方問了這個問題的話 我希望大家不要幫我回答那個問題 因為所有的資訊我都已經說放在哪裡了 就請自己找好嗎 欸好了有沒有我覺得 啊好懷念喔 座標都是一樣的啦 所以希望伺服器裡的玩家可以來這裡晃晃 然後當然我的物資是清空的喔 目前這個伺服器裡的玩家其實 平均年齡應該都頗 我覺得頗高 至少都大學以上吧 平均年齡在大學以上 所以大家其實都還蠻蠻乖的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欣慰 我真的超喜歡這裡這個伺服器裡的玩家 那如果以後啊 我有在永遠生存裡面更新什麼的話 我也會把區塊再複製進來 然後裡面這些東西都可以用 如果想要玩啊想要幹嘛的話都可以來玩 那都記得要東西要放回去喔 要復原喔 好啦我先找個地方生存吧 說了半天了 我來到了一個地方應該是百花谷 其實要不是因為珊瑚礁的話 啊我卡住了 要不是因為有珊瑚礁的話 我會想要住百花谷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美了 不過我今天的目的是珊瑚礁 然後剛好看到一艘船 我想說進來搜刮一下 會不會有人還沒有來過呢 欸我進不去啊 重點因為我沒有任何的工具 怎麼辦怎麼辦 打開 欸好嘯 好嘯 好嘯 以乘船來說 這個算蠻貧窮的 好我繼續找珊瑚礁吧 如果可以在附近就好了 珊瑚礁加百花谷 根本夢寐以求啊 欸那邊又有遺跡了 啊珊瑚礁 喔居然居然居然 我剛從這邊過來的嗎 怎麼可能沒發現 哇 應該不是 我應該不是從這裡來的 不然我不可能 忽視這一大片珊瑚礁 哇那我要去住剛剛那邊嗎 我們改造那艘船來住嗎 啊那邊有一個 欸欸欸欸欸 啊 那什麼 船喔有人來過了 這裡是有人住的地方嗎 嘿 我來坎坎啊 我來坎坎 看起來不像有人欸 可是怎麼會把船停在那裡 我來看一下喔 我四處晃晃 因為如果這是一座島的話 我就想住這了 那我的 家的範圍就是這一座島 啊我蓋個橋 連到那個好了 跨海 然後連到 那個剛才的百花谷 我現在就想要沿著這個海岸線走 如果可以繞一圈 就代表它是一座島 那我就要住這兒了 哇喔還有一艘沉船欸 這是橫的 好啦順便搜刮啦 因為不知道會不會再過來 哇喔有寶藏圖謝謝 如果剛好是沒有人探索過的就好了 喔好近 欸等一下我要自喜了我要自喜了 欸好近喔 我的那個點點超大 然後叉叉超近 哇 該不會第一集就讓我先找到了吧 欸探很需要探很需要 唉 其實我走很久了欸 我有點擔心它不是島 它不是島的話我其實不是 呃 該不會不能住這兒吧 我希望它是島啦 因為這樣的話 這整座島我就住這 然後隱居 欸不對那我玩伺服器幹嘛 好像又遇到了一艘船 而且是完整的船欸 哇棒棒來 打開 謝謝謝謝謝謝趕快拿光光 我要自喜了我要自喜了快跑啊 嘿 好啦這些可以拿 這樣 再來看一下這張藏寶圖 喔居然好近喔居然已經開了 哇塞 而且看起來應該是島喔 我們 我先把這一圈 這個海岸線走完 如果 它真的是島的話我就要住這兒 然後 我們去把那個寶藏拿到手 哇太近了吧 我就說我真的超強韻欸 如果我能繞一圈找到我的船 喔真的有欸 欸回來了 那我要住這 然後離上我腳也超近 好了就是這裡了 我先來set home一下 在伺服器裡面啊 通常都會提供這個功能啦 就是set home 然後你可以打任意的名字 比如說叫做A好了 那這裡就是我的家了 以後在任何地方 我只要打home 然後A 我就會回到這個點 很方便吧 這個就是境界沒有辦法提供的功能 看一下喔 好啦我們真的去哪 欸連船都有了 喔我有不好的預感 該不會那艘船就是拿過寶藏的吧 好像要到了 什麼 什麼 在這種地方嗎 這裡面喔 啊被開過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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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被被打開 藏寶 在寶藏箱裡面再放一張藏寶圖的概念 是不是 好啦就先這樣了啦 好 呃 我們還有一張 看起來 好像 沒有人來過 看起來好像 又是被挖過 我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會把它挖開 然後把沙子填回去 我覺得應該是被挖走了耶 然後是連箱子都一起被拿走了 合理對不對 我深深的覺得 那個寶藏不在這了 都快挖到底了耶 總不會再更下面吧 喔 居然 居然 真的在這麼下面 呃 沒有 沒有 好吧 我今天拿了兩個 寶藏箱都沒有 那 有在主世界做這種事情的啊 請記得 一定要把沙子啊 什麼填回去 不要讓這個地表 坑坑洞洞的 那 那個資源世界存在的意義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 因為最後資源一定會 如果大家都在主世界拿東西的話啦 最後資源一定會枯竭 所以 資源世界我會沒事就 重置更新它 讓它變成新的世界 所以東西就會全部復原 當然 中芝麻不會一樣啦 好吧 我要開始做苦力了 我剛剛在想啊 我能給的禮物 應該 就 就只有一些 需要苦力才能做到 所以我想說 我現在既然沒有火把 可以把這地方插亮 然後標起來 讓人家知道 這裡已經有人住囉 我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把這個島上樹 全部砍光 就當作是整地嘛 對不對 整地的話是可以的 這樣的話應該很明顯 就知道是有人住吧 所以 我就把這些原木送出去 欸就是苦力耶 苦力工作 應該可以當禮物吧 啊不對 我都忘了商店有賣 一顆鑽石就一組 啊 不行 那我又要想別的東西來送了 好的 那這就是伺服器系列囉 未來啊 原味生存和伺服器系列 會是我很重要的 最主要的系列 單人和多人玩起來一定非常的不同 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可以按一下影片下方的喜歡 讓我知道喔 打開訂閱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的任何一部新影片囉 我是巧克白 我們下一次見囉 掰掰 大家早安